各位标為你們好 又是我Number 7 Watch的豬仔 鏡頭前面這隻有今天第二隻的推介 這隻就是Marco 4 Marco 4的系列 這個Marco 4的顏色很特別 我前幾天介紹了Marco 3 Marco 3和Marco 4最大的分別就是 黑度是用點點 用點點去 配搭 你看到顏色上面都有分別 顏色上面就是 用了酒紅色的錶面 造工非常漂亮 再配搭了這個 紅色的 一部分12點至3點就是紅色的Basal 再另一部分就是用了酒紅色的 Basal圈 配搭這個Dial 我們先看看夜光 夜光就是 時分秒針加上黑度 再加上三角形的點點 也是有夜光的 Marco 4和Marco 3 其實都是採用了藍寶石玻璃錶面 你看到它是Saphira Crystal 有個招字寫著 而6點位置 也寫了Water Resist 20個Bas 防水 這個錶做了200m的防水 螺旋式鎖標關 螺旋式鎖底蓋 再加上一塊 很堅強的藍寶石玻璃錶面 還記不記得 朱仔測試過這個Marco 3的藍寶石玻璃錶面的硬度 其實和Marco 4是同一塊玻璃錶面 所以它的硬度差不多到9至10 朱仔今天就不試給大家看了 日替日曆位置 右邊的三點鐘位置 就有一個白盤黑字的升旗日曆 你看到它就是 有一個間段的中間 中間有一個間段的 就做了白盤黑字 一個金屬邊框 一個銀色的金屬邊框 扣了下去 白盤黑字 好了 時分秒針加上黑度上面 也有夜光 大家先看過 這塊藍寶石玻璃錶面 堅硬度 我都試過給大家看 大家看看這個bassel圈 120K 逆向時針單向式的旋轉錶圈 都比較順滑 比較順滑 而且那個bassel側邊有一些九雅紋的打磨 正面就是一個鋁片圈 九雅紋的打磨 Marco的殼也比較特別 除了bassel圈上面有兩折顏色之外 它是搭 5 5分 10分 25分 35分 45分 55分 都是套進去深一點 bassel圈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這裡 我手指甲這個位置 錶關位置也有雙絲蠻頭的logo 做了一個螺旋式鎖錶關 錶關有一個護柱的護橋位 錶腳位置也做了拉絲不壽港 延伸到旁邊的部分也做了拉絲 但兩個拉絲連接中間部分也做了一項拋光 這些紫細位置是一隻潛水錶 平價的入門級潛水錶 Marco都可以體現得到 錶帶位置方面 我們看看錶帶 錶帶做了一條實心的厚料的不手錶帶 做了拉絲花紋 錶扣 做了摺疊式的保險錶扣 做了薄橋 沒有做厚橋 是拉絲花紋的 Orient雙絲墨頭logo 打開做了銀色的薄橋 看看錶底 錶底做了螺旋式陷入的底蓋 挺有質感的 上面寫了什麼 20個巴的防水 Water resist 藍寶石玻璃錶面 日本機芯 採用了自家 Epson的機芯 F6922的機芯 錶底做了拉絲花紋 鎖的錶底 F6922的機芯動力儲能 達到40小時 21600的震頻 40小時的動力儲能 你看到我現在放開了錶關 一個螺旋式鎖錶關 向下轉動 放開了錶關之後 踢起它有停秒功能 這個機芯 向下轉動 就順時針方向教時間 教到6點多鐘附近這些位置 我們可以按進去教星期 教的時候也很好受感 教星期日曆大聲 一格格跳 教時分針就很緊致 Marco做這些就真的沒得彈 教英文就跳英文 教西班牙文就跳西班牙文 我猜大家都看英文 居多了 按進去之後 沒有虛偽 裝工都相當不錯 沒有虛偽 向上轉動 上髮條 都比較順滑 上髮條大概二十多下 就上滿四十小時動的儲能 按進去之後 向上轉動 鎖壩 鎖上錶關 好了 試帶給大家看 這個Marco IV的系列 就是42mm的直徑 而厚度是13mm 試試量量給大家看 41.7mm的直徑 厚度是13mm 這裏是47mm 47mm MARCO IV的錶不會很大 MARCO IV是一隻大小的適中的潛水錶 因為它的外套不是很長 所以看上去42mm也不算很大 這個顏色就非常特別 通常潛水錶都是黑 藍 綠 很少是一個走紅色的錶面 這個非常特別的顏色 是一個MARCO IV的系列 MARCO IV的系列 好了 這隻錶跟MARCO III是一樣價錢的 1688 豬仔推介 1688 外面應該賣 2200元 2400元 2600元 不等 我沒有刻意去搜尋 大家有興趣可以搜尋一下 好了 豬仔推介1688 如果有興趣的錶迷 聽清楚 豬仔只有兩隻現貨 如果有興趣的就儘快 告訴豬仔你喜歡這隻走紅色錶面的MARCO IV 告訴我你喜歡在佐敦電腦還是荔枝克電腦 我的聯絡方式就是在手錶的內容下方按更多 或者按展開就有豬仔Whatsapp電話 可以Whatsapp給豬仔就可以 打給豬仔就可以 告訴我你喜歡這隻 MARCO 走紅色 MARCO IV 好了 喜歡這條影片的錶迷 記得給個讚讚豬仔 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吃虧 記得按鈴鐺訂閱 下次再有想錶出的時候 第一時間去通知你 好嗎 記得我是豬仔 我們下集見 希望你喜歡豬仔 這個MARCO IV的走紅色推介 不要猶豫了 只有兩隻現貨 盡快找我 拜拜 拜拜